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栏目高清超清 720p 高清480p 标清 270p 倍速 0.5x 1.0x 1.25x 1.5x 2.0x 倍速播放 在这里 全屏 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 下一个即将播放 取消 广告广告战报 河北华夏幸福足球队主场战停上海上场 双方一到一握手言和50% 75% 100% MIDA 0027ZV16MN 播放模式 Chromials 分辨率1920x 1080 视频 狂高848x 480年量50% 视频协议 HTTPS CDNAPD 63 C5 D5 EDCA 113749 B0377 B1 EC9 CBD 6F V SMTCDS.com 下载速度 缓冲资料 真数错误码 版本号3.4.37 2018年8月28月10.05分04秒 播放流水 C43586 B794 5418 BA79A165A67248 B70201 本地日之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战报 和北华夏幸福足球队主场战停上海上场 双方一到一握手言和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XWINDOW DATA VIDEOAR PUSHV A00R CZVD6MN IMJHTTP E NEWS GTIMG.COM NEWSLAP LS 0509 768 6859 640 4800 以视频 战望河北华夏幸福足球队主场战停上海上港双方 一到一握手言和 时长约2分24秒 腾讯体育9月1日去 尽管仍然保持着对华夏的不败精神 在1比1战停对手后 上港未能追上领头杨国安 受赛一场的情况 下距离于邻军2分 而且同龄比赛中 恒大如果主场击败胜花 将把和上港的差距缩小到一分 9月份 上港和恒大的补赛 一级比国安的对决 将左右着本赛季的中超冠军会数 中超上港的1比1 华夏连胜 终结局报受2分5累破将拉维奇点射 上港战评华夏 与恒大的分差被缩小 保持风华夏不败精神 为只剩留遗憾 虽然华夏2016赛季以土豪的形象冲上中超 但上港却是华夏到目前为止 唯一一座位能跨越的大山 2016赛季 华夏遭上港2比0和3岗一双沙 2017赛季 华夏作后面对上港0到3万百 回到主场2比2战平 才从上港身上取得第一分 而本赛季的第六轮交手 华夏前往8万人体育场 就以0到2告诉 华夏最初上港 而上港的最喜欢华夏 如果能实现对华夏的第二次双沙 上港将继续紧随国安 和国安并驾齐区进入接下来的渐薪期 无理为上港在课场首开记录 但云海在禁区内的一次犯错 则让上港遭遇打击 VAR的进入最终判定这是一粒点球 本赛季做客面对上港的时候 拉维棋曾把丢点球 但这一次则文文操刀将球打进 下半场比赛 虽然双方互有攻守 不过上港未能再下一城 最终只能和华夏一道一握手言和 打平华夏 让上港以20战43个积分进入间歇期 落后领头阳国安两个积分 尽管上港少赛一场 不过接下来的赛程上港场场不容有失 上港9月份全是苦主家应战 均不容有失 9月份剩下的赛程 上港将进行刺草中超 间歇期回来后即面对泰达 虽然泰达的实力无法与华夏等对相比 但不要忘记了 上港本赛季的连胜脚步 就是在泰达面前止步 打完泰达 上港就需要回到主场 此刻恒大 这场舞赛对于双方的中冠前紧急为关键 谁赢球谁就占据主动权 输球的一方 恐怕想维持目前的局面就不大可能 和恒大的较量结束后 上港则迎来亚太的上门挑战 上港北赛季中超的第一场输球就是被亚太所赐 而且连续两个赛季被亚太首任 9月份的最后一战 上港则面对国安 坐镇主场 胡尔克上退的情况下 上港被国安2比1逆转击败 如果前往客场无法拿分 上港恐怕就会被宇林军甩开 恒大若被宇生花的将手中取胜 将把宇生港的分差缩小到一方 上港接下来的四场比赛 面对两支苦主球队 还有征贯的两个直接竞争对手 如果这四场比赛再像PK华夏这样掉链子 上港恐怕就难以实现冠军美貌 当然 9月份左右争冠形势 但还有国安住客和恒大的较量 三队之间各有两场直接对话 决定着三队最后的走势 副 9月份争冠三强对阵 9月14日广州恒大VS北京国安 9月18日上海上港VS广州恒大 9月29日北京国安VS上海上港 上港丢分 恒大国安却稳得可怕 虽然1比1和华夏占平 实际上上港在这一阶段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 球场比赛拿到六胜两瓶锦衣服的成绩 除了暴闹输给大连外占平了鲁能以及第21轮的对手华夏 余鲁能的对决 珍贵集团的内斗党成什么样的结果都不意外 不过输给大连占平华夏丢掉的五分却极为可惜 如果这两场比赛上港能够把握机会 恐怕在少赛一场的情况下就已经超越了国安 半轮比赛国安最先出击 稳稳拿下重庆 国安世界卫健泄气候则打了十轮联赛 取得了七胜两瓶锦衣服的成绩 占平的两场比赛是面对鲁能和申花 面对同城小地人和暴冷书球 而恒大仅出战了八场比赛的情况下 七胜一副 同样有一场暴冷书球 就是做客面对亚太 但国安在此期间还出战了足迹备赛史 同其比赛港都在两场 而恒大除了暴冷不敌亚太之外 其余七场比赛全部拿下 未像上港那样出现其他丢分 而第21轮 恒大将在主场迎战缺冰烧将的炫花 只要为免冠军正常发挥 取胜没有问题 和上港的分差将缩小到一番 这就让9月18日的那场补赛变得极为关键 鲁能掉队 抱前了四方苏宁冲击 鲁能遭遇了最近两个赛季的首次三连败之后 基本退出了冠军之争 赛前 李小朋友表示 只有拿下大连 鲁能才有继续追赶深前球队的希望 输球后鲁能距离国安有七分差距 欲少在两场的恒大之间也就是一分差距 但恒大只要战胜生花 就会彻底甩开鲁能 而上港少赛一场的情况 小则领先鲁能5分 争管B4正式变为B3 不敌一方 鲁能争管已掉队 最后的九轮 对于鲁能的考验 则是能不能守住第四的排名 苏宁少赛一场的情况 下距离鲁能只有5分 一旦被苏宁迎头赶上 而足鞋杯赛场出现意外 鲁能将会被苏宁超车 拿到压惯资格 这恐怕是李小鹏的球队 不愿意看到的一幕 扎顾你